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凯霞的硬盘 硬盘同行那边跟我说它目前是不上电的 咱们来看一下 电流目前确实是跑不上去的 可以看到这整个电流都非常的低 另外我也上级测试了一下 偶尔它还是可以识别到的 可当我准备访问它里面资料的时候 硬盘就会掉盘 如果这时候我再给它重新插拔一下 它又可以成功读取到 刚才我又给它重新测试了一遍 只要我们把这个开关快速的开启关闭 它还是有一定概率恢复正常的 怎么现在突然不灵了 好的,这个就是它正常的工作电流 我这边开关了有二三十次吧 只有那么一两次可以碰巧上电 因此我大致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就是这块硬盘 它准备进行读取操作的时候 硬盘就会马上掉电 这种故障有可能是这颗电源管理芯片不行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输入这边的电压不够稳定 导致这个供电出现了异常 我们先从第二种情况开始排查 电源芯片接入这里是传入主板的3.3V 应该是从这一个黑色小电阻上面经过的 这种黑色小电阻一般是充当保险使用的 我们先想办法让这个硬盘可以跑到0.4A的电流 然后再对这一个电阻进行测试 现在电流已经上来了 可以看到电阻前级3.3V是没有问题的 输入的后级也正常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周围的输出 这个输出怎么没有了 我去又掉电了 重启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们继续测量 电压看起来没啥问题 在电源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 这边的电压输出都是正常的 虽然它的电压输出正常 可当我测量到这个电阻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阻值居然有零点几欧 目前暂时不知道 这个电阻的阻值本身设计上是这么大的 还是由于自身原因突然增大了 如果只是设计上本来就是这个阻值 那肯定没问题 可万一它是因为后期损坏 导致这个阻值变大了 就有可能会出现刚才这种 负载仪变大就掉电的情况 因为这个电阻是串联在这个电路部分的 阻值越大 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也就越强 所以我准备给它一坨锡连起来 这样就相当于3.3伏 没有任何障碍的通到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上了 咱们来试一下 如果这时候硬盘不再掉电 那就肯定是电阻在搞事情了 好的 现在硬盘又识别出来了 我们来访问一下 非常遗憾 还是会掉盘的 那有大概率这个问题就出现在电源芯片上了 我这边找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样的料板 它这个盘的型号是凯霞的 KXG6 目前我只找到了半块 XG7型号的料板 也就是它的老大哥 恰好这上面有一个完整的电源管理芯片 而且这边电源输入部分 确实是串了一个零欧的电阻 之前坏盘上的这个电阻是没有私印的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 这半块料板的供电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测量了一下 这一块料板上面的电源芯片是完好的 供电输出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它这两个电源管理芯片周围都被黑胶覆盖了 我肯定是不会去拆它的 万一电源芯片拆下来 这一个缓存又炸掉了 那只会增大这一个维修难度 就像马农看到前妹们写的代码一样 即使它看起来不合理 也不能全部删掉重建 而是选择打补丁的方式去更新 维修也一样啊 最简单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芯片给它外置 然后通过飞线让它们之间进行体外循环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供体的心脏与患者的相连接起来了 那现在工作正不正常呢 我们来检测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电流是非常欢快的跳起来了 那它现在访问还会掉爬吗 我们来试一下 目录打开 暂时没有出现掉盘 咱们随便挑一个文件看一下 也没有问题 证明这一次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至于后续能不能使用 这个我说的不算 我只负责把里面的数据提取出来而已 使用的问题就不是我该考虑的了 我只负责把里面的数据提取出来